这回说的什么呀 说庆王窝藏嫌犯 一筐 奴才在 你怎么说呀 奴才无话可说 那存春轩所谈是真的了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别跟我绕口令 行李怎么想的直说 奴才请旨 请老佛爷派人彻底搜查奴才的府邸 如若搜出此人 奴才甘愿领罪 如若搜不出 奴才也请老佛爷下旨到刑部 通级嫌犯 你这么做 恐怕就是为了洗刷自己的嫌疑吧 身子不干净 自然要洗刷 就是身子干净 洗刷一下也好 怎么说呀 奴才又洁癖 行了 你给我起来吧 谢老佛爷 不过嘛 陈春轩一个劲地咬你 你总不会无动于衷吧 他越是咬奴才 奴才越舒服 你是贱骨头啊 陈春轩说 他要当老佛爷的一条恶狗 对主人忠心 正是狗的本性 虽说他把奴才咬了 倒也证明 他是一条忠心耿耿的好狗 以奴才的一条小命 老佛爷得此证明 奴才很舒服 那你也愿意做这样一条好狗 不想 怎么 奴才有私心 不想把这好事 让给别人 又犯贱了不是 其实奴才说的是 朝廷内外 多有几只眼睛盯着奴才 是好事 不是坏事 这样 让奴才更加兢兢业业的 为老佛爷办事 这话说的大气 你可不是因为我喜欢岑春轩 你就顺着哄我吧 奴才虽然愚钝 不敢以私费功 那你说说 岑春轩这事该怎么办呢 朝廷用人 用其所长 人有所长 何妨抄拔 近几日 云贵正有边士 听说不光是乱匪 还有革命党在里掺和 岑春轩 虽说把奴才咬舒服了 奴才 却不想让他舒服 那你怎么说 奴才以为 岑玉英和岑春轩 父子两代 俱善兵士 奴才 恳请老佛爷再般恩旨 着拔岑春轩 为云贵总督 已故边陲 你们都听见了吧 不是我向着一筐 这十大体 才能办大事 一筐 宰封 走 跟着我上园子里头 去溜达溜达 曲红基 陈在 荣禄的嗜好 就用文中两个字吧 是 走 回来了 回来了 还是那张 说好 既然是王爷家的哥哥 总要回娘家 往后还要不断地回来 卫婷啊 老佛爷这份安排 可是高瞻远瞩啊 太后得王爷为奎格 龙莫重彩 是回乱后一大手笔 对那条恶狗 我的手笔怎么样 您生暗将 借力打力 王爷 世凯 世凯真是佩服啊 哦 你看出来了 表面上 陈春轩 升迁云贵总督 乃是大喜 可实际上 各省总督 我直立地位最高 梁广 缺分最肥 而云贵呢 只当得两个字 王爷您呢 就在这两个字上 做足了文章 是哪两个字 一个远字 一个孔字 先说这远 广东虽然远在南福 自从有了火车和轮船之变 与京师的几千里路程 算不得遥远 传递消息 十分灵通 而云贵呢 就完全不一样 从云贵到京师 全靠义路 传递一个消息 最快 也得两个月 此番岑春轩恶犬狂吠 朝中必有内缘 王爷升其官位 远其路途 使其难于结党朝纲 免得与王爷为难 这个远字 可谓抽离的 智土 智大 那苦字 又做何解 高明 这云贵自然是苦 可王爷对这两个字的理解 却是借力打力的精髓 非一般语言 总能叹其微妙 曾春轩既自比恶狗 忠心无懈 在太后那里 自然认为他不会怕苦 哎 王爷 顺水推舟 明日 包扬其中 按理送他去吃苦 在太后那里 王爷是至公至正 可在陈春轩呢 哈哈哈哈 他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哈哈哈哈 照你这么一说 陈春轩这个云贵总督 还比不上半个广东军府了 哈哈哈哈 世凯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 差得远了 哈哈哈哈 能使得我囊中妙计 也算个紫房张良啊 魏婷啊 你刚才说到 陈春轩的党员 虽未明知 我心里明镜一般 这个事儿啊 才是至大至重 师凯明白 魏婷啊 我这个孩子很不听话 拜托你带他一下 这么说吧 你要带他像亲兄弟一样 王爷何须嘱咐 我一定拿被子当兄弟 魏婷啊 你没懂我的意思 我是让你们哥俩换个铁 这可不敢当 被子天皇贵宙 怎么了 当了江臣领袖 连我的儿子都不认了 王爷都这么说了 我魏婷要是再不听招呼 那真是不识抬举 这尊卑之力不可非 家里家外 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齐人 原有国里家里之分 在外头 你们的称呼可以不变 这私下里就不同了 魏婷啊 你的原家排行第四十 在这 给你四哥针酒 四哥 多谢兄弟 好 从今往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告诉你件大事 老佛爷 有凡然振兴之意 这个 好像听说过 不 这个凡然二字 你们都体会未深 老佛爷说 有些坛坛冠冠 可以打碎他 也就是说 有些个规矩 可以改改了 可无需念念 皇上就是 不错 这意思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你要往深理想 魏婷啊 你在直立 可以放开手脚 我在这儿给你撑着 当好了你的差事 本王请一旨 让老佛爷 上你那儿去溜达溜达 谢谢王爷 好 来 直立总督袁世凯 恭迎太后 太后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台声不小啊 袁世凯 你可真用了心思了 那几件事 办得怎么样了 回太后 我大清自造的 京章铁路 陈祥宝举候选道 沾添又 这事我已经准了 你好像 还说过一个什么楼吗 我大清的邮政楼 正在加紧施工 你们平日都做些什么呀 报告太后 按照直立警务章程 天津警察的任务是 管理交通 清查人口 逮捕盗贼 监管饮食卫生 按时勋建茅房 愿不愿意跟我到北京去啊 报告太后 愿意 好 这个好 一桑 请太后 赶紧 赶紧收拳 太后请 这东西叫缝银机 他的工作效率 是这些个手工的两倍 这机器也是手嘛 来 来 来 进下来 太后 比利时电通公司 很愿意和我大清合作 这就是他们孝敬太后 这叫电动灌溉 太后 通过那个手摇电机 把水从井里抽出来 在缺雨的季节 给庄稼灌溉 太后 将来布房 在宫里装着 缺雨的时候 为太后的花草 浇浇水 清一粒 必胜一币 记下来 天啊 我愛你 那不是我吗 你看你 陈世凯 陈子安 你这搞的是什么名堂啊 哎呦 回太后 太后对我直立的关怀 一万年都要留下了 哎呦 哎呦 你看你看 这不过是活动的画吗 你这陈列所里的洋玩意儿 难不成都当画看呢 画饼可不能通机啊 是 回太后 微臣已经与张之洞联名上了折子 哎呦你看 我南北洋都要大搞新政 哈哈哈哈 徐宏基 臣在 当年康有为搞的那套也叫新政吧 是维新 哦对对对 是维新 维新 你看你看 你看看 你们都瞅见了 这一小堆呢 是袁世凯和张之洞 还有一些别的都府上的要搞新政的折子 这一大堆呢 是戊戌那年 康党给皇上上的变法维新的折子 这一大堆 一小堆 你们就没什么想法吗 齐宏基 戊戌那年 康党总共上了多少折子 微臣算过 一百零三天里 康党总共上了二百四十道折子 齐宏基 陈在 康党的折子里都说了些什么呀 一是要变法 二是要维新 维新有许多方面 比如练新军改教育 兴实业 让水里能行船 路上都是车 这二百四十道折子 这二百四十道折子 就是二百四十个维新变法的招啊 我回轮两年了 你们都搞出什么了 你们有几个有这种能耐的 连人家康党都不如 还谈什么新政啊 你们给我看的 都是人家洋人的新玩意儿 我大清的新政 信在哪儿了 你们的容中堂生前跟我说过 康党里头有人才 那康有为 他要不是要谋反 我就让他当宰相 当然了 皇上当年还是太操怯了 那也不行嘛 一句话 大清的新政 绝不能连康党都不如 袁世凯 臣在 你就在北洋先干个样子出来 不要有顾虑 还是悟虚年 我跟皇上说的那句话 只要不违背咱的祖宗大法 你就可劲的干 今儿个 我没给你捡彩 让你没了面子 可你那些个洋玩意儿 你北洋要是也能做出来 做的比洋人还多还好 我就再来天津 把这个彩 给你补上 微臣谨领逆训 供送王大后 那个康有为抓着了吗 我可以立你为皇上 我也可以废了你 你这个老不死的 你不能害皇上啊 康有为 你这个逆贼 你才是逆贼 老师 这是演戏 什么演戏 这是真的 儿等他笑得出来 老夫入座 一篮关 化身一代 正灯坛 永永万首 闲请动 供指揍声 叹息看 各位演得好 演得好啊 同胞们 大家一定会问 我康某观看此剧 为何如此激动 我给大家讲一件 康某亲历之事 五十年前 国事灵仪 当时 正是这老朽 他正在揽权 而我光绪皇帝 无权 故而 人人不知 圣上英明 康某 也是 望上者 一无所望 那时 康某和孙文的想法差不多 大搞政治活动 专一 拯救中华 四万万 生灵为己任 我奔走于南北 大搞 强学会 圣学会 保国会 打算建立意愿 掌握民权 拯救中华呀 后来 我见到了皇上 才知道 圣民英勇啊 他能带领我们 铲除 救中国 建立一个 新中国 他也曾打算 建立意愿 授予 人民以权力 当时 有一位军机大臣 对我皇上说 如果建立意愿 皇上您 可就没权了 你们猜 皇上怎么说 皇上说 朕 是为了拯救 人民 朕是否有权力 何足论灾 为灾呀 大清光绪皇帝 英明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澳国 俄国 成千上万的人 抛头颅 撒热血 也得不到我们这样 英明的皇上 我皇上 折身忘记 哪怕 是成为一个 普通的老百姓 他也要实行变化 康某 为有如此 伟大的皇上 感动得哭 我康有为 愿为我皇上 效忠致死 这也是康某 思想转折的 一个大关键 这就像 机器转文 转过去了 就不能再转了 不错 我党的变法维新 失败 然 时局 不与我哉而 忠庸云 道病行 而不备 浦泊渊泉 而识出之 山梁辞志 识哉识哉 我康有为 坚定信念 无怨无悔 一意把我皇上 实行君主立宪 创建一个 新中国 新中国 皇上啊 有海外同胞的 无私相在 皇上 您就等着 康有为 杀回紫禁城区 救您吧 皇上 开始练钱吧 各位相信父老 为了我们的皇上 请看看解囊 谢谢了 拿着无杂 拿着无杂 还有我的 好 哎 谢谢 筹宽上威啊 我党要做大事 是需要大本钱的 不过 在孙文党的革命基地 我党能取得如此成就 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你们二位还有什么事吗 康先生 发点工钱吧 家里揭不开锅了 你看你看 你不过一个戏子 能演我这样的大人物 还不够吗 还有什么钱呢 卓若 我马上到加州去发展 剧团也跟我一起去 你留在这儿 盯住革命党 碧先生 怎么不在家休息呢 不是说好了 晚上给你接风吗 这还是我们的报纸吧 我们好不容易建立了革命的报馆 你们去怎么 糟蹋 这 经为康良保皇党之邪说 吹喇叭抬轿子 你看看 什么 当地的侨豹爱看这个 这再说了 这也是客观报道吗 不是反对客观报道 我是说我们党的声音到哪去了 为难 康良在此地 向我们攻击了三四年 难道你就没有想到 要回忌一下 孙先生 实在是人手不够啊 我 自己的生意也很多嘛 除了报馆 我还有别的事情 照顾不过来 再说 谁能来当我的主笔 谁又能来对抗 梁启超这支笔呢 好 我来亲自写 题目就叫做 告同乡 论革命 与保皇之分也输 那好啊 你自己亲自动笔 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样 明天你把文章写好 我派人去拿 然后我请总编 发牌箭报 不 今天 今天 对 现在 现在 就在这 我早就听说孙先生出口成章 好 今天我要大饱耳福了 文案 记录记录 为难 康有为梁启超的 保皇论之论调 我是知道 接下来 要反驳他们 还要因地制宜啊 你跟我说 他们在此地 蛊惑乔包的保皇论调 是什么呢 他们的口号是 保皇为名 革命为实 说 保皇与革命 原本同流 民分有别 宗旨则议 好了 我的文章有了 记录 天下是 民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夫革命与保皇 理不相忍 事不两立 而康有为 以一人 而持二说 首属两端 其革命属实 保皇之必伪 其保皇之属实 革命之说 而必伪 必备保皇为真保皇 所言革命为假革命 革命保皇绝分两途 如黑白之不能混淆 如东西之不能异味 革命者只在倒满而心汉 保皇者只在腹满而成情 事理相反 背道而驰 互相吞吐 互相水火 非一日 先生 孙文来了 孙文 请 左主 孙先生 我不习惯这个 孙先生请 好 请 孙先生 随便坐 好 孙先生 启超 对不起你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周如你 你这是要赶我走吗 不是不是 孙先生 我 梁启超 实在对先生不住啊 我党之所以能在 谭香山立足 全是先生介绍 没想到 搞成这个局面 周如 当年我是看中你的大财 至今我 人出仲不敢 我想问 你到谭香山时 我哥对你照顾可有不周的地方 先生 谢谢 庚子以后在谭香山 我一直住在尊兄家中 直到 康老师来 我听我哥说 我儿子孙科还是有劳你开了启蒙学 这事儿 惭愧惭愧啊 正好 这个 我不吃 我不吃 先生 启超曾对先生言道 共商国事 始言合作到底 致死不渝 非是启超多变 实在是 老师他 无需之后 记忆庚子 国家遭受重创 学人 隐恨深思 孙先生 我的思想也在慢慢地变化着 我隐约感觉到 有一种比康老师的思想更有力的东西 包裹在我的四周 当然了 康先生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我的骨髓里 我不愿也不敢怀疑啊 其实正在日本 举目四顾 心事好忙 但是我终于发现了 什么 我发现了你 孙中山先生 其实我并不了解 我感觉到先生身上有一种 引力 一种完全不同于康老师的学说 但同样闪闪发光的东西 我不是灯泡 我发不了光 当时 你们被蜻蜓追杀逃到日本 我也是被蜻蜓通缉的药犯 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所以我利促我们两党能够合作 周如 我曾经说过 只要康先生能够皈依革命真理 放弃宝皇成见 不独两党可以合作 我更可以使我周围的兄弟 奉康先生为领袖 我是这么说的吧 生生在耳 如同昨日 可惜 可惜啊 就如同大冬天隔着一道门 一里一外 一个热 一个冷 我老师是不相信 先生会让他居于第一 当然我老师是不能 屈居第二的 无谓的念头 平心而论 我们的分析难道 是为了争谁第一 谁第二吗 不是 也不是为了要不要立法 要不要立宪 而是要不要保皇 请恕我直言 要革命 就不要严保皇 要保皇就不要谈革命 借革命之名 行保皇之职 这是要干什么 这是要把我中国四万万人 永远做皇帝小儿的奴才 周如 清朝的政体之腐败 已是无可救药 就像破葫芦州 无论靠谁来修补 都无济于事 必须彻底推翻 重新建设之 今日之局面 非革命国家 无以救存亡 非革命国家 无以获生存 可康先生死死抱住皇上 口口声声说 皇上对他好 他就要对得起皇上 这是为什么 这是糊涂吗 我要问你 我们救的是什么 是皇上呢 还是中国 是中国 有一句话 你肯定是知道的 古人云 不以私而忘功 不以人而忘国 可康先生 仅仅仅受了皇帝 小儿一人的恩 他就死心塌地的 忠于他 死也不肯转移 周如 请允许我说句 不中听的话 风尘女子也比你老实强多了 风月场上 这种忠肝义胆的故事 多得是 并非你老是一人独步天下 可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我不能 背叛师门 周如 以你的才华跟学识 应该说 早就洞川 康有为的私欲和野心 我相信你总有一天 会背叛师门 分道扬镳 否则你梁启超 也跟风尘女子相差无几 我有什么就说什么 我不喜欢藏着掖着 我欣赏 老百姓的一句话 叫小葱拌豆腐 一清二白 这也许是我孙文的鄙信 我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要把潭香山这潭水弄清 我也不允许 你们扰乱世界 也可以说 我这个矛头是直指你这个大袖子 周如 我要继续和你论战 能与孙文先生交手 启超也是深感荣幸 你想不想回击 不想 这不像你梁卓如 不像 事情不变不明嘛 我听说 你给自己起了个字号 叫任公 是 小子狂妄 这个名号 可不敢让我的老师知道啊 为什么 哪将指我老师于何地呢 周如啊 做人 何必要如此小心翼翼呢 任公任公 天地任我行 宇宙在功兄 茫茫乾坤 只要真理在手 你做个伪丈夫 又有何妨啊 你做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做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